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五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人物》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绿里夫人放射性研究的先锋》 二脸一波 《居里夫人的伟大苍蚊 居里夫人遗产 癌症治疗与何能应用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动我们说说 居里夫人放射性研究的先锋 居里夫人这位科学界的巨星 不仅是放射性研究的先锋 更是历史上最耀眼的女性之一 她的故事既是科学的史诗 也是个人奋斗与牺牲的传奇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平 以一种专业又不失幽默的方式 首先 居里夫人的原名是玛丽亚 斯科沃多福斯卡 她出生在1867年的波兰华沙 想象一下 那个时代的波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玛丽亚这位后来的居里夫人 却像是早已决定要打破常规 成为一个例外 她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 还在科学界留下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她的故事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她与皮埃尔区里的爱情故事 两人都对科学充满热情 这份共同的爱好将他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可以说 他们是科学史上最闪亮的一对 想参与下两人在实验室里 一边调适着仪器 一边调适着彼此的心跳 这画面简直太浪漫了 据里夫人最著名的成就 当然是关于放射性的研究 她不仅发现了两种新元素 雷和坡 还因此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 你没听错 是两次 是两次 她是第一位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女性 也是唯一一位在两个不同的科学领域 物理学和化学获奖的女性 这简直是女性力量的最佳证明 但她的研究并非一帆风顺 放射性物质的危险性 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 据里夫人和她的团队 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继续实验 她的健康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 最终因长期暴露于放射性物质而逝世 这也许是科学史上最悲壮的牺牲之一 她的生命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 照亮了科学的天空 却也在这过程中消耗殆尽 据里夫人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的道路既充满荣耀 也伴随着牺牲 她的一生是对只手无尽追求的最美诠释 她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女性在科学领域的能力 为后来的女性科学家们开辟了道路 最后让我们以幽默的方式 致敬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据里夫人您的贡献比您发现的元素还要重要 您不仅是放射性研究的先锋 更是无数女性追求梦想的灯塔 感谢您据里夫人 即使在天堂您也一定是最亮的那个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雷与波 据里夫人的伟大发现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个关于科学 坚持和一点点放射性的故事 这是关于据里夫人和她的两个伟大发现 雷和波的故事 想象一下 19世纪末的巴黎一位名叫玛丽 居里的年轻女子与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 在一个狭小设备简陋的实验室一共做 这个实验室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看 更像是个杂物间 而不是进行革命性科学研究的地方 革命性科学研究的地方 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居里夫人进行和她的伟大发现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雷 雷这个元素 其实是居里夫人在研究油矿石时偶然发现的 她注意到即使从矿石中提取出了所有已知的放射性元素 剩余的物质仍然放射出强烈的射线 这让她坚信 矿石中一定还隐藏着未知的放射性元素 经过无数次的化学处理和分析 居里夫人终于从一堆油矿石中汲取出了一小点雷炎 这足以证明雷的存在 但气量少得可怜 几乎无法用肉眼看见 这个过程既漫长又艰辛 但居里夫人的坚持和毅力 最终使她获得了成功 然后是泼泼的发现 几乎和雷一样充满戏剧性 但这次居里夫人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了 她利用了自己在提取雷石积累的知识和技能 相对较快的确认了波的存在 波的发现不仅进一步证明了放射性元素的多样性 也为居里夫人的放射性理论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现在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 想象一下 居里夫人在她的实验室里 周围堆满了油矿石和化学试剂 她对着一堆看起来毫无价值的黑色粉末说 别看你现在不起眼 但我知道你里面藏着宝贝 这就像是在对一块普通的石头说话期待它能变成精子一样 但不同的是 居里夫人的坚持和智慧 真的让这些石头变成了科学的精子 居里夫人的故事告诉我们 伟大的发现往往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和对未知的深刻洞察 她的工作不仅开启了放射性研究的新时代 也为她赢得了两次诺贝尔奖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块普通的石头时 连续可以问问自己 里面会不会也藏着什么宝贝呢 毕竟在科学的世界里 奇迹走是可能发生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居里夫人遗产癌症治疗于何能应用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居里夫人的遗产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原子的理解 还留下了一份既有益 又稍带危险的遗产 就像是那种你从远方亲亲那里继承的神秘古董 既让人兴奋 又让人畏惧 首先让我们聊聊居里夫人对癌症治疗的贡献 在发现雷和放射性的过程中 居里夫人无意中开启了一扇治疗癌症的大门 她可能没有想到 她的发现会成为后来放射治疗的基石 想象一下 这就像你在后院挖土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块金矿 而这块金矿不仅能让你发财 还能帮助人们治病 然而 居里夫人的这份遗产 并非没有风险 放射性物质 如果处理不当 就像是那种家里的老式煤油灯 一不小心 就可能引发大火 居里夫人自己也成为了这份遗产的受害者 她因长期暴露于放射性物质而患病 最终去世 这提醒我们 伟大的科学发现往往伴随着责任 就像是获得了超能力的超级英雄 需要谨慎使用这份力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核能应用 居里夫人的研究为核能的开发奠定的基础 核能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跑出来的概念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能源之一 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能量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核废料处理和核安全的挑战 有趣的是巨里夫人的遗产就像是那种家传宝贝 既有无语文笔的价值 又需要我们小心翼翼的保护和管理 我们从它的发现中受益良多 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更安全 更负责任的使用这些强大的工具 总之巨里夫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它的科学成就 还有对这些成就应用的深刻思考 它的遗产提醒我们科学的力量既能治愈也能拓坏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 就像是那个被赋予了强大力量的超级英雄 我们需要智慧和责任感来引导这份力量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向观众们提问你对巨里夫人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它的贡献对科学界和人类有何影响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吧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